2019年跟我国断交的所罗门群岛 11月爆发反政府示威 反对党随后在国会对总理苏家瓦瑞提出不信任案 虽然今天被国会否决 不过苏家瓦瑞竟然宣称 日前群众示威是受到台湾代理人策动 对此外交部严正驳斥苏家瓦瑞的不实指控 外交部严正驳斥苏家瓦瑞总理的不实指控 对苏家瓦瑞总理他将个人施政不利 所引发的群众不满的声浪 嫁祸到台湾的政府 以及对我国友好的民主派人士的身上 我们对苏家瓦瑞不负责任的言行 表达遗憾并且予以谴责 回顾11月底的示威 当时大批群众是涌入首都荷尼阿拉 要求苏家瓦瑞下台 最后是演变成暴动 还包围国会 所罗门政府向澳洲求助 出动军警协助维持秩序 当时也传出示威活动 跟当地政府外交转向中国有关 外交部期盼所国的民众 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 以及对于自由民主的支持 也呼吁所罗门群岛的中央政府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